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样的吉他是无法成有使用的 联合处 接合处呢 主要是看一下琴静的 琴静与背板的接合处 这一部分 还有包边 然后就是其他的箱体里边的阴凉 然后就是琴桥 琴马处 这些地方首先要保证联合比较好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被五颜六色的外表所迷惑 那种彩色的吉他呢 往往是来演示木材的缺陷的 选型呢 首选原木色 这样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它的材质来 像这把其他它是 像我这把其他它是原杉面板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木材的木纹来 包括现在有 现在吉他呢 有盒板和单板琴之分 盒板呢 就指的是它的面板什么呢 是三盒板 三层板子 这很容易理解 单板呢 就是一层板子 单板又分面单和全单 面单呢 就是只有面板是单板 背板 侧板还是盒板 全单呢 面板 背板 侧板都是单板琴 都是一层木头 那由于呃 单板的音色凝聚性比较好呢 所以单板要贵一些 呃 现在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什么斑马木 沙比利等材质的面板和背侧板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箱体的木 箱体木材的选用是一项很高的成本 不要觉得三四百块就能买一把真正的沙比利 或者是斑马木的琴 呃 那样的琴呢 很可能是在琴面上做了一层贴纸 呃 真的有啊 像我前几天买的有一个几十块钱的小桌子 看起来居然是斑马木的 呃 所以呢 在这里建议初学者在选购吉他的时候呢 至少买一把五百左右的圆山面板的吉他才说得过去 那再好的一些吉他呢 再好一点呢 就是圆山的丹板或者是红松的丹板 呃 圆山丹板 红松的 关于各种木材的优缺点呢 会在以后的课程中进行讲解 然后我们来看背侧板 常见的是 背侧板常用的是呃 沙比利 桃花心 呃 然后还有玫瑰木 呃 玫瑰木作为背侧板呢 基因比较有利 可以听一下 呃 音色是比较通透的 呃 再来看一下背侧板的包边 还有这一块 呃 低档的琴呢 可能是一些塑料包边 好一些的是ABS 然后最好的就是木材包边 呃 那像我手里这把琴呢 它是丰木的包边 呃 还有需要看一下的是其他的琴镜连接处 有没有背带钉 哦 这把琴是有的 底部通常底部通常是有的 如果再加一个背带钉 中间再加一个背带钉的话 这样方面我们背在山上演奏 不然你需要把背带 可能需要把背带系到琴头上 嗯 当然还是影响一些弹奏的舒适性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琴桥 琴桥和琴枕的材料呢 对其他的音色也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上琴枕 琴桥 呃 白色的琴桥 呃 低端呢 可能用一些硬塑料 呃 然后是合成材料什么的 当然还有牛骨塑造的或牛骨粉塑造的 或是直接牛骨雕刻而成的 那他让吉他的音色呢 更具明亮 颗粒感更强 呃 再看琴马 高档的琴呢 一般是选用玫瑰木做成的 呃 当然也有些吉他为了以低成本提高档次 就像做纸板一样 刷漆的木头 琴琴马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把琴弦的振动传给箱体 呃 面那面板呢 关系到吉他的高频部分 背侧板是关乎到吉他的低频部分 呃 在这里建议呃 喜欢一些是喜欢纸弹的朋友呢 就不要说是选一些五百一下的琴了 因为有些曲子的演奏在这个档次的吉他是 体现不出效果来的 建议选一些单板系列的吉他 现在的单板呃 一线刚过的样子吧 所谓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那一把好用的吉他呢 确实能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学习吉他 那如果你不是十岁左右的小孩子来学习吉他的话 尽量选取一把标准的41寸名要吉他 学起来会顺手很多 当然这即使是你的第一把琴 但也绝对不会是你的最后一把琴 我相信你只要有信心练好 没有什么学不会的 最后呢 祝大家挑选好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 我们下节课呢 会讲一下吉他基本的演奏姿势和右手的拨弦方法 下节课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弹唱歌曲了 好 这节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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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